他在战场三年 我便在佛寺三年 他为国拼杀 我为他祈福 三年后大战得胜 他带回来一个女子 他换他夫人 他对他百般照顾 视我为舍些 呵 他尽忘了 我是父皇母后捧在手心的狄亲公主 是他不配 陆胜从边关回来那天 大魏的都城被挤得人仰马翻 经理百姓都想瞧瞧那位 珍惜大将军是不是有传说中那般威武 我与父皇皇兄在城楼之上 瞧着不远处的军队 浩浩荡荡 您而陆胜此番回来 你们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 也不枉你在佛寺一带便是三年 我笑了笑 一切但凭父皇做主 陛下轻盈 公主和太子随行 这是臣子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礼待 陆胜一生红衣铠甲 行礼过后 却直接对父皇说 臣此番为国征战 别无所求 只求陛下自婚 赐我和心爱之人圆满 我内心雀跃 却见他从身后牵过一个女子 双儿在边关数次救我一命 臣无以为报 只能许他正妻的位置 一辈子与他相守 我心如刀脚 手指紧紧地拽着衣裙 皇兄看我神色不对 才咳嗽一声 陆胜 你莫忘了 我拦下皇兄为我说话的措辞 只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既然将军当这文武百官 还要多成百姓的面求个恩典 父皇便答应吧 父皇点了点头 是一回宫再行赏赐 我与皇兄做回教年 皇兄瞧着我的眼睛 我就说那陆胜是个眉心肝的 我看着教外 他身骑白马搂着那红衣少女 心痛得要死 却面色平和 皇兄 赌错了便是赌错了 我愿赌服输 他既在边关征战还能觅得良缘 想来不是我为您命令既定的父亲 皇兄呱呱我的鼻子 你啊 就是嘴硬 回到宫中 我将陆胜从前送给我的大包小包礼物 全部命必你收拾起来 一起抬进了重阳殿 女君们窃窃私语 群臣们也得议论纷纷 我将那两箱东西放在了陆胜面前 我笑着说 陆大将军 既然得了心爱之人 那从前少年不懂事实送给本宫的礼物 自然也要一件一件还给将军 陆胜铁青着脸 他身边的女子更是不知所措 既是过去 公主不如一把火烧了 也省得微臣往府里抬了 我笑出声来 好啊 那便一把火烧了吧 就当是给将军 还有将军未来夫人住住行了 重阳殿外太监们 这卖力的将那两箱东西烧了 我瞧着陆胜脸色更加阴沉 不过这还不算完 我又从胳膊上摘下他母亲 曾经送给我的玉镯 然后走到那女子面前 将那镯字为他带了上去 这镯字是当年陆老夫人送给我的 说这是为来陆家的当家主母的东西 还是陆夫人带比较好 父皇咳嗽一声 将军既要自婚 朕不知其姓名 又该如何赐 我回到席位上 看着陆胜揽着那姑娘 他看着她眼神柔和 她本是孤女 无名无姓 成为她起名 无双 我的指甲抠得自己的掌心生疼 无双 无双 举世无双 陆胜当真是好狠的心 他曾在皇总母面前对她说 会一生一世护着我 一生一世一双人 如今 她都还望了 还要为她取名无双 我强撑着笑意 看父皇命人拟下了圣旨 宫宴散去 熙熙丽丽的小雨 浇熄了方才烧火的火苗 偌大的木箱只剩下一些残骸 一把大火 烧了个干干净净 无双站在我身后 他笑得眉眼弯弯 眼底尽是底气 他朝我摇摇手腕 多谢公主殿下 将陆家之物归还给我 我耸耸肩 并不想理会 他却笑了笑 听说公主殿下 为了陆胜在佛寺待了三年 只为求他平安顺遂 陆胜到边关的半年后 就整天和我在一起了 公主若是知道了 还会在佛寺吗 我看他竟敢对我张牙舞爪 忍不住痴笑一生 我是大魏的公主 为国祈福是理所应当的 倒是你不清不楚地 跟在一个男人身边 想来无父无母也是对的 毕竟没人教你 他突然开始啜气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的陆胜 呵 竟敢散击我 陆胜着急忙慌地揽他入怀 他皱着眉头 脸色阴冷 公主殿下 我夫人似乎并没有招惹殿下 倒是殿下仗着身份 恃宠而骄 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然后走上前去 一巴掌扇了上去 张熙大将军不过如此 我若是遵你敬你 你便是将军 我若是心情不好 不遵你 不敬你 你不过就是皇家的一条狗 管好你身边的女人 若是再来惹我 我可不敢保证 会不会一气之下 把他送回边关的土匪窝里 做压债老婆 陆胜 你 你果真是不可理喻 我怂怂肩 陆胜 我向来如此 我瞧着他揽着无双离开 心里只觉得酸软 皇兄邀我去东宫 小酌一杯 我没有拒绝 太子妃嫂嫂也在一旁温言劝我 宁儿 陆胜并不是良人 你也要为自己早做打算 若是难过 便将气都洒出来 我举着酒杯笑了笑 我与他青梅竹马 我以为的心意相通 终究是浮华一场 我从今往后不会再高看他一眼 皇兄送我回宫的路上 他顿了顿 宁儿 若是你当真不喜欢 哥哥会为你讨个公道 我摇摇头 兄长恋爱 宁儿知晓 我为您从不低头 也不会让兄长为我低头 我摇摇晃晃的回到万宁殿 睡得迷迷糊糊 梦里是小时候的光晴 我被父皇宠得无法无天 寻常勋贵人家的孩子都不敢靠近我 唯有小小的陆胜牵着我的手教我习字 弹琴 十五岁时 他把我圈在怀里 在京郊骑马 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 陆胜会是我的驸马 他甚至在出征前 让我等他回来 三年过去 为您不再是顽劣的宁安公主 陆胜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为您的陆胜 而我像是一个笑话 陆胜大婚那天 据说他还着意为无双添了好些名面上的嫁妆 父皇有一台剧自然也是赐了许多珍宝 衣食之间 纵使他无父无母没有身份 可也在京里衣食风头无良 母后和太子妃嫂嫂有意为我则续 恰逢大梁皇子进京 莫名其妙竟传出了我要驾往大梁当太子妃的消息 陆胜下朝后七拐八拐地来到我的宫里 他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大梁皇子 生性浪荡 不是良人 我直接忽略他整个人 与他擦肩而过 要去给母后请安 他一把拉过我 让我与他平视 公主是听不懂下官的话吗 我扶去他的手 又弹了弹灰尘笑着说 和你有什么关系 陆胜皱着眉头 你本是公主之躯 金尊玉贵 又何苦让自己和亲 我瞧他黑着一张俊脸 像是强压住火器一般 我勾着他的腰带 寒情迈迈地看着他那双眼 怎么 莫不是将军 还想当我的面首 将军魂忘了过去种种 本宫自然也不会过多留恋 因为本宫觉得 我轻轻放开他的腰带 倒是他一头雾水 觉得什么 我笑着替他扶了扶他的官帽 然后冲他说 觉得脏 我转身离开 孙嬷嬷在一旁小声说道 公主何必对将军这样 若是公主愿意 那将军夫人的位置 或许 我冷笑 我为您 绝不回头 陆家主母的位置我从不稀罕 嬷嬷回头又小声道 公主 将军一直瞧着您的背影呢 我耸耸间 自古深情留不得 我只当年少荒唐一场 他既已娶妻 我便不管其中缘由 只此一见 我与他便再无转还余地 从母后宫里请安回来 与我交好的尚书之女 李无忧来我宫里寻我 他先按理请安 又和我说着 先下经理的八卦 他禀退避你 小声道 你可知道 大梁三皇子和大梁的七皇子 此番都要来大位 二人都是日后 成绩大梁的人选 经理竟有赌方开出重金 来赌宁安公主 到底会嫁给哪一位皇子 我笑笑 若是我知道结局 那我也要压上重金 好好赚个好价钱 他犹豫半赏开口 那路胜呢 我顿了顿 已是末路 何必再提 三日之后 大梁使臣进京 竟没想到 还能遇见故人 只不过如今 他已不是寺庙里的小沙迷 反而摇身一变 成了大梁的七皇子 我与他一脸默契 彼此不提寺庙那段过往 重阳殿内 父皇和母后端坐高位 我与皇兄分坐两旁 今日许多大臣 也带了自己的清卷 毕竟大梁两位皇子清零 若是自家位出嫁的姑娘 被哪位皇子看上 也是光要门眉的好事 喝了几杯酒 我在殿外透气 大雨之后 阎狼正在滴水 周遭寂静 只听见一个熟悉的男生想起 公主 别来无恙 我转身看着面色如玉的俊逸少年 黑发如墨高高地被梳在法官里 我竟不知道 当初的那位普玄法师 竟是梁国的七殿下 他笑了笑 当初公主伴着清灯古佛 性子沉浸如水 如今平天几分娇俏 但又听说 公主所求 佛祖未能如公主所愿 你那有情郎才是无心人 我不语 他又小声说了一句 公主不妨瞧瞧在下 陆圣在不远处看着我和梁云 他冷笑地注视着我 静止走来 公主殿下 还是随微臣快些回殿内 若是被旁人看到 又不知会有什么风言风语 梁云挡在我身前 你不过一介外臣 这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你是在跟谁说话 陆圣不语 只知勾勾地盯着我 不过片刻 无双出来寻他 夫君 外头余冷 快些进去吧 他将身上的大肠 披在无双身上 再不将视线留在我身上 梁云耻笑 他不过是吃着碗里的 还想着你这口金锅 为您 若是我 我此生不会负你 我愣了愣 急忙回殿 又忍不住斥责他 原先的普玄法师 日日吃斋送金 如今竟也趁着夜色 说这些放荡无稽的魂话 若是佛祖知道 定要惩治你才行 他声音沉了下来 为您 我知路圣得圣归来心中翻腾 若是他娶你 才是我毕生遗憾 我费尽心思 向父皇讨了来大魏的差事 不过只因一个你 我没理会他的话 回到席上 路圣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父皇赐给他们夫妇二人酒 却不成想 无双起身 妾身已有身孕 实在不能饮酒 路圣的目光盯着无双的小妇 群臣道贺 唯有我在众人的贺喜声中 将对路圣最后一丝情意斩断 我端起酒杯朝他游游相近 那日过后 魏都的天气渐渐变寒 立冬之后 出雪降临 母后每逢冬季都要去清泉寺住上半月 这次也不例外 我与太子妃嫂嫂随行 清泉寺内 雾松伶俐 屋檐被冰雪覆盖 母后在大殿内长久地跪着 香火缭绕的香炉阴晕着雾气 紫烟深处 我仿佛看到了危机 几个面生的小沙迷 有意无意地撇向母后的大殿 直到他们持剑来到大殿门口 我将嫂嫂和婢女推进大殿 持着我的酒结边 立在门口 你们究竟是何人 他们不语 眼尖的侍卫看到他们驳梗后头的印记 公主 是梭罗族人我冷笑 对我大魏皇家不满 却只敢对女眷动手 不过是一群萧小之辈 本宫今日便要在这佛门 种地狠狠地教训你们 为首的沙迷宁笑 那便看看公主有多大的能耐了 侍卫与我拼死抵抗 但终究寡不敌众 直到梁云带人前来 方才转危为安 我的小臂被剑划伤 梁云皱美 皇家寺庙 竟还有人能混进来 太子妃扫造受惊 小腹疼痛 回到宫内才知 她已有两月身孕 父皇和皇兄震怒 下令彻查 那群梭罗族人 终究被抓了回来 他们不说主谋 我却也有办法令其开口 我与皇兄坐在高座上 瞧着那群人 大魏西部的梭罗部落 被当年的郑国公 陆容收复 前些十日似乎又被我们的 珍稀大将军陆盛 给收拾了一通 你们不去陆家 偏偏能盯着我皇家的举动 一朝圣东击西玩得真是绝妙 就是不知道陆社那位夫人 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那男人瞪大了 眼睛不发一眼 我并未对他们用刑 反倒是指着窗户说道 没关系 时候还未到 等你们的神女 诞下孩子 等她生下陆家的血脉 我再让她 亲自来看着你们死 那些人在我背后 骂我独如蛇蝎 却还是问我 你为何会察觉 我冷笑 我是我父皇的左膀右臂 执掌麒麟格多年 朝中大臣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陆圣带回来的那个女子 我自有方法查个底朝天 陆圣会被迷住 会被陷阱迷了双眼 我为宁不会 皇兄与我 从看押犯人的地方出来 他替我拢了拢耳边的碎发 宁儿 这出戏 恐怕要唱罢了 我淡淡开口 陆家争戏多年 盘根错节 虎符自然要交到我们的手里 我才会放心 至于陆圣 他既难过美人关 便再让他舒心几日吧 待他喜得灵儿 待他那位好父亲 攻入皇城的时候 我们问中桌边 岂不是更有意思 梁云日日 邀我到外头去 前些十日 赌方设下的赌约 已经落幕 大梁三皇子 对我没什么心思 反倒是对我那交好的 只有礼无忧 颇有兴趣 梁云邀我赏眉 我小臂的伤 还未痊愈 下马车时 他竟抱我下车 惹我红了脸 没缘之中 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可知道经理的赌局 我压了自己赢 没想到我三哥 对你并不中意 我赢了一大笔钱 而且还没人和我争了 我扑斥一声 将口中的茶 喷了出来 回头竟看见了 陆圣和无双 无双的小腹 微微隆起 陆圣揽着无双 却还是开口 公主殿下还未成婚 如今倒是和他国皇子 搂搂抱抱了 若是陛下知道 我摆了白手 陆圣 你莫要忘了你的身份 他搂着无双离开 梁云眨眨眼 你在击他 我喝了一口茶 复兴人不可留 复国者只有死路一条 梁云认真地看着我 若我入这在大卫 也不是不可行 我喷了他一脸茶 梁云回大梁那天 陆府添了小公子 无双为陆圣诞下灵儿 我与梁云分别那天 他趁无人 悄悄地握了握我的手 信我 我与父皇 故意将守卫功成的进军 削减了一半 静静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那日我正在请殿梳头 婢女着急忙慌地前来禀告 公主 公主殿下 功成破了 有叛军 我换上铠甲 前往崇阳殿旧家 陆圣和他的父亲满脸鲜血 已经杀红了眼 嚷嚷着要清军策 见我挡在门前 陆圣却顿了顿 宁儿 今日我父若为王 我便是未来的太子 我与无双本就是一场交易 我利用他的部落争稀 他利用我来巩固自己的部落地位 宁儿 到我身边来 若我成了太子 你便是我的太子妃 陆容皱着眉头 为您 你父皇是不是在殿内 如今功成已被我包围 我劝你们还是束手就擒 我还能饶他狗命一条 我冷笑 陆圣 你也配 我一声令下 樱花漫天的信号 从不远处传来马蹄的声音 我瞧着马上的陆容和陆圣父子俩甜甜一笑 你可曾听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梁云策马而来 陆容被一剑射死 陆圣眼里满是恨意 他持剑伤我 却被我的九节鞭打落 鞭子甩在他脸上 渗出了血影 他怒吼 为您 为您 这都是你的圈套 梁云将我护在身后 侍卫将陆圣拉入地牢 一夜之间 山雨欲来 我率齐麟格的手下将魏都所有响应陆家的臣子 全部收押 整个魏都被蒙上了一层诡诀的阴影 直到第二日 续日东升 陆府被围 无双抱着至此出府 见我伸起白马一身铠甲 他突然苍凉一笑 魏宁 从前陆圣告诉我 你聪明绝顶 举世无双 我还不信 你在佛寺的三年不过是韬光养晦吧 倒不知是陆圣无心还是你也无意了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与陆圣青梅竹马 我从不悔过去那些年的相伴 只可惜皇族之内 先君臣后父子 江山社稷先于儿女情长 从你到他身边的第一天 我与他便是死局 他瞪大了眼睛 你 早就知道他身边有了旁人 我瞧着他满眼疲惫 也深知他对陆圣动了真情 我看着他最终说出了那句令他不堪重负的一句话 我与你最大的不同 便是从不会依附男人 他腿坐在地上 开始崩溃大哭 陆府覆面 挖出陆府这颗毒流后 带出了许多其他曾被视为公骨重臣的世家 看来魏都要好一阵子才能回归平静了 即便整个大魏需要刮骨疗毒 我也在所不惜 病根不除 后患无穷 梁云在宫门口等我 他身着素衣 如同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 与昨日杀伐果断的马上少年大相径庭 我从马上下来 他看着我的眼睛 眼含笑意 宁儿 你胜了 我微微汗手 应该多谢你了 若不是你答应住我 恐怕也不能如此顺利 饶是陆荣那只老狐狸 也想不到我会和大梁联手 他却玩笑道 谁让清泉四下 两只狐狸相遇 总也要做出点成效 才不枉相遇一场 黄嫂的孩子出生在陆府覆灭的第二天 魏都回归平静 即便暗潮涌动 也在我的牢牢把控之中 黄兄的病愈加严重 即便是初夏 也虚过好几层衣服 那日父皇召我 黄兄坐在父皇身侧 朝我微笑 宁儿 今日便是旅行你对兄长的诺言之时了 父皇起身从秦政殿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直到一阵群鸟飞过 他才回头缓缓开口 宁儿 若父皇将这江山交于你手上 你能否还整个大魏一片海燕和清 我不敢言语 黄兄此时又拖着病体强撑着站起来 宁儿 你从小便报复远搭 若非有兄长在 或许你早就不是宁安公主 而是大魏最璀璨的皇太女 我跪下映城 若父皇放心 儿臣定当为整个大魏撑起这片天下 那日 风和日丽 我被下诏封为大魏的皇太女 黄兄的孩子 一并册封为皇太孙 黄兄带着黄嫂出宫云游四海 治病疗伤 东宫成了我的天下 太监传话来说 陆圣死前想再见我一面 我身着明黄色衫裙 来到地牢 看她一脸不可置信 你 你尽成了皇太女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不发一眼 直到身边的太监踢了她一脚 大胆醉沉 见了皇太女不行礼 竟敢出言不逊 她开始大笑 笑着笑着便颤抖起来 为您 我满心满眼都是你 为何落得如此结局 若我清君策成功 我便是皇太子 你做我的太子妃有何不好 若你愿意设政 我甚至愿意和你一起 置着大好江山 为您 你心里从来都没有我 是不是 我语气平淡 路胜 我对你少时陪伴 甚是感激 但你不愿意做我的驸马 因为驸马不能掌权 不能有无上军功 更不能满足你对权力的渴望 所以你在争稀之时 和梭罗布的神女勾结在一起 我不想深究你们互相利用之中 到底有几分真情假意 但你们有了一个孩子不是吗 路胜的眼神开始闪烁 他愣了愣 你 从什么时候知道我 我蹲下来与他平视 捏着他满是胡茶儿的下巴 语气添了几分冷意 自然是我在佛寺 为你祈福的半年 便知道了 为何你不当使就发作 为何你从不质问我 路胜 在你眼里 我从来都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公主 唯一的愿望便是等你圣仗归来 好嫁给你未妻是吗 若你真这么想 才是看低了我 我是大卫唯一的宁安公主 我骨子里留着的是大卫皇族的血液 我身上肩负的责任远比你想得要多 路胜蹲在墙角 看着我的眼神如同在看什么样的怪物 他最后仍小声开口询问 你可曾喜欢过我 我叹了口气 路胜 当年自请为你去佛寺祈福的时候 我当真是喜欢你 无时无刻希望你平安归来 可惜 我手上的麒麟格握着许多众臣的秘密 作为执掌者 我无法不在争稀的军队里安插自己的人 路胜 从你和你的无双勾结在一起的第一天 我们便是死局 你现在说那些情爱 不可笑吗 我从地牢里走出去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路胜还在封了一样的叫喊 宁儿 我是新月你的 宁儿 跟着我的摩摩小声道 殿下 他这般叫喊 恐连累殿下名声 留他全尸 自读酒吧 路胜死了 朝堂之上已无宁臣 或许未来还会有 但我并不觉得可怕 一切都会在我的掌握之中 不过几月的时间 沧海桑田 父皇有意让我坚果 他整日陪母后在后宫中养养花草 逗逗我那小侄儿 我与梁云 从我被封为皇太女那天 便再没有见过 只听说他回了大梁 想起他时 我偶有心酸 总是想起那日他策马来圆我的模样 皇太女的夫君 注定无法是别国有望继承大统的皇子 我收起女儿家的心思 整日埋头正式 直到那天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皇太女殿下 别来无恙 我看着殿外的身影 竟不自觉红了眼眶 秉退避女太监 我才敢问出那句 你怎么来了 梁云笑笑 如今我已不再是大梁的七殿下 我自请退出皇室 连皇室御蝶都没了我的姓名 我不再是梁云 我只是梁浦璇 我眼圈发红 你 他笑着朝我张开怀抱 宁宁 我从不在意江山 若不是因为享有配得上你的身份 我根本不会回大梁的 当初我在佛祖座下动了春心 便罚我丢了明信 丢了皇室身份 我不再是梁云 就让我只做你一人的梁浦璇吧 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地奔波进他怀中 皇太女取父的事情 传遍了魏都的大街小巷 皇兄听说之后 带着嫂嫂一路奔波 赶回宫中 梁云那年迈的父皇感叹自己有个情种儿子 虽然大梁皇室去了他的明信 可到底还是疼他 命人送了一车又一车的西式珍宝 当他的嫁妆 母后和嫂嫂为我操持婚事 火红的嫁衣绣着龙纹 我坐在寝殿倒有些不知所措了 母母小心翼翼地教我为人妻的一些事情 更是让我红了脸 她笑说 许久未曾见过殿下这样了 经理都说殿下雷厉风行 雷霆守望 可到底还是一个小姑娘 我笑了笑 让嬷嬷先退下 我默地想起当年 清泉寺内 我手握麒麟格送来的密报 浑身颤抖泪如雨下 寺里的亭郎之中 唯有我在啜泣 伴随秋风瑟瑟 一个好听的男生出言相劝 殿下 心境方能思虑周全 莫要哭了 佛度正元 殿下所求 或许不是殿下命理既定 也算好事一桩 那日开始 我跟在普玄身边抄了许多经书 每日晨起和她一同诵经祈福 她知晓我掌握其灵格 也看过我给陆圣写过一封又一封满是怒气的书信 她手握清灯 眉眼柔和 殿下可知已不变应万变的道理 你只需和从前一般 旁人只会看见平静的湖面 而不会知晓湖面下的暗流涌动 殿下如今要做的事情 是那湖面下漩涡的操纵者 我当着她的面 将那些还未寄出的书信烧掉 她笑 殿下 只需要静待时机 藏龙卧虎才是王者 而绝非沉不住气的豹子 有勇无谋才是最大的弱点 直到一个冬夜 她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张字条 殿下悟念 我若还俗必定是有十分要紧之事 我们还会再见 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便是大梁的气垫下梁云 她在与我重逢那天 在重阳殿外 陆圣质问我的瞬间 挡在我身前 从身后递给我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你若举世 我必顶力相助 直到后半夜 我才沉沉地睡下 月夜里竟是一片平和 我内心柔软 眉目舒展 真的好久没有放下心来 我与梁云新婚那天 整个魏都都被红色装点 我与她身骑宝马 从城门口一路进宫 宫门口 我牵着她的手 走在红筹之上 她握着我的手 眉眼带笑 静天静地又跪拜祖宗和父母之后 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宫内设宴 重阳殿内 宫筹交错 终于无关其他 只是我与她的婚宴 听群臣道贺 看百官瑶柱 直到我们回到东宫 她眸自身身 牵着我的手再不肯放开 某某特地点了额离杖中香 一股青田飘入鼻息 她坐在踏边 掀开被子看到满常的红枣和桂圆 冲我调笑 宁宁 这是什么意思 我 你明知故闻 她拥着我 沙漫垂下 只剩一事以你 她发狠地禁锢着我的腰 宁宁 你不知道我有多欢喜 我哑着嗓子 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就瞧上了我 她刮了刮我的鼻头 那日阳光正好 一顶软轿轿中走下一个女子 她贵气不凡 那时候我啊 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抱上她的大腿才是 想尽荣华富贵 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 她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来清泉寺本就是不想为了皇位相争才跑到大魏的寺庙之中 未成想动了繁星 竟也想回去争一争了 若是争了那太子之位 我便更有资本站在你面前 而不是以一介沙迷的样子站在你面前 没想到我的小姑娘 抱负远大 那大梁江山 我不要了 我只要你 我紧紧地抱着她 普玄 我很欢喜 最后是你 她搂着我 下巴抵在我的头顶 笑里带着暖意 她的手摸缩着我的发丝 我突然抬头看她 她眼神中染着未能彦足的神色 我坏笑 你可知 曾经未都赌方之中 在你与三皇子之间 我出了重金压你一方 如今由你还有赚了一大笔 想来我也不亏 她愣了愣 你是从什么时候心悦于我 我勾着她的脖子 印上她的唇 倾拳四下 动了心的 或许不止一个你 我与梁云成婚后的第三年 我诞下了我与她的双生子 儿子取名 魏梁 女儿取名 梁魏 我笑骂梁云起名字太过随意 但还是依她而来 父皇更加没有心思在朝堂 满心满眼都是皇兄的几个孩子和我的孩子 他提早将皇位给了我 还要带着母后和孩子们出宫游历名山大川 大梁的老皇帝效仿我父皇的做法 提早将皇位给了三殿下 我那只有礼无忧游身一变成了梁国皇后 这层层关系下 魏梁两国更加亲密 国力鼎盛 父皇来信说 大梁的老皇帝听闻梁云有一对龙凤双生子 早就急红了眼想来瞧瞧 没想到来了之后 竟然还想把孩子抢回梁国 我无奈笑笑 倒是梁云是个没骨气的 他知笑言 任他抢回去 即便去了梁国 他们的伯父是新皇 伯母又是自家母后的挚友 还能委屈他们不成 有人给我们看孩子和乐儿不为 更何况 魏夫还想让女皇陛下多生几个孩儿 梁普玄 你不要脸 我记得有人说过 就喜欢我这不要脸的样子 你 剩下的争执声 被吞进了唇里 我只好没脾气地勾着她的脖梗 生怕自己从岸上滑了下去 梁云藩外 初见她时 她是佛祖坐下 潜心祈福的小公主 每日成婚 定性从不缺席 自体捐秀 整日待在禅房超露心惊 直到那日 我听到她的愿望 希望陆圣 平安归来 原是一个为情郎求平安的小丫头 但后一句却令我心惊 她语气平淡 若是她有一心 求佛祖护佑大魏平安 我定亲手了结她 我本就是从大梁逃离纷争的皇子 见惯了耳于我渣 但看到她小小年纪手上 竟有闻名天下的麒麟格 仍生了几分好奇 休夜寒凉 我在寺院清扫落叶 听见有人啜气 忍不住向前 那也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子弄了恻隐之心 我难得对她说了许多话 殿下可知 以不变因万变的道理 你只需和从前一般 旁人只会看见平静的湖面 而不会知晓湖面下的暗流涌动 殿下如今要做的事情 是那湖面下漩涡的操纵者 殿下只需要静待时机 藏龙卧虎才是王者 而绝非沉不住气的豹子 有勇无谋才是最大的弱点 我看她运筹帷幄 看她耐住性子 看她如何将其灵格利用得炉火纯青 若她是一个男子 或许这大魏江山会落在她的手上 我对她的情愫慢慢发生转变 直到我无意中听到她的挚友谈起路声 我竟多了几分极度之心 梁国来人求我回去 父皇甚至以我死去母妃的名义 召我回大梁 我跪在满天神佛面前 虽身穿素衣袈裟 第一次忏悔 我看着神佛在夜色中缓缓开口 弟子要还俗了 我本想伴着清灯古佛 不再过问那些事情 可我破了戒 我喜欢上一个姑娘 偏她有高高在上的身份 弟子在这里忏悔 唯有与她匹敌的身份 我才能带着满腔爱意 重新站在她的身边 我留下字条 离开清泉寺 我在大梁招兵买马拨弄朝政 她在古寺之中静待时机 终于路胜得胜归来 我知道时机来了 我从波鬼云绝中走来 只为诸她一臂之力 很多个日夜 我都在岸上写着那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魏都之中 我看她一双仙仙束手 似两拨千斤 看她聪明狡黠激怒路胜 看她一步一步 走到自己想要的结局 我无数次想对她说 宁宁 莫怕 信我 她得照 被册封为皇太宁那天 她久居成楼之赏 我便在不远处的茶楼 看她接受万民朝拜 我是时候动身了 去大梁 卸掉这皇室身份 只当她一人的梁普玄 或许丢了那名姓和皇室身份 便是佛祖对我的惩罚 那我甘之如疑 宁宁 我会一直护着你 为您番外 父皇只得了我与皇兄两个孩子 她爱母后 年少情深 许下一生 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便始终未改 少时 我与郑国公的公子 陆圣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也曾幻想过与她能够如同父皇母后一般 日后结为夫妻 秦瑟和明 我十五岁那年 她领兵出征 成了大魏的征锡大将军 临行前 她让我等她回来 我收起行囊 去了清泉寺 为国也为她祈福 半年后 我的麒麟格传来书信 陆荣与陆圣父子二人有意谋反 甚至还联合了梭罗布的神女 信中提及 那神女日日和陆圣塑在一起 俨然一对小夫妻模样 我震怒之下 写了数封书信想要声讨她 但被朴璇拦下 朴璇说近代时机才是良策 要做便做那平静湖面下的暗勇操纵者 我收起怒气 重新回归了那个一心一意为晴郎祈福的宁安公主 没有人知道 我已经暗中和黄勋开始布局 只等陆圣回来 逼她献出原形 我日日跟着普玄送经 她生得好看 一双剑眉心目 一看便非常人 我忍不住每日多瞧她几眼 只不过后来 她不告而别 只留下字条 她说 我们会再相见 两年后 卫都重逢 她游身一变成了梁国的七殿下 不再是那个面色如玉的小师傅 她对我说 公主 别来无恙 我的心跳得很快 想起经理的传言 说宁安公主会嫁给梁国的殿下 我竟脸色发烫 我故作镇定与她交谈 却被陆圣瞧见 她挡在我身前 另一只手递给我一张纸条 你若举世 我必顶力相助 她果真帮我许多 我始终记得那日围剿陆家 她策马而来的样子 我在想 嫁给她 好像是一件信事 不过 我始终有一个秘密 便是朴玄离开清泉寺那夜 我手握纸条 在佛祖面前许愿 希望我与朴玄 还能重逢 她睡在我身侧 两个孩子睡在摇篮里 我想 这个秘密 一定不能让她知晓 否则她的尾巴要撬到天上去 路胜番外 被为您赐下毒酒的那夜 牙抑特地让我沐浴更衣 人之将死 想来要走得体面一些 丰盛的饭菜 还有一壶放了毒药的酒 魏宁身边的大太监看着我 陆将军 老奴看惯了这宫里的人情冷暖 皇太女殿下肯给您留个全尸 已经是过年旧情了 您啊 就快些上路吧 我突然想起 而是那个被我牵着的 粉雕玉琢的小女娃娃 她竟一步又一步地 登上了皇太女的位置 如今还掌握了我的生杀大权 我看着那老太监 还是忍不住问 魏宁 她会和梁云在一起吗 那老太监笑笑 皇太女殿下的婚事 老奴可不敢多言 我喝下毒酒 五脏疼痛难忍 脑海里是走马灯一样的画面 每一幅画面都关于魏宁 我原本想要反了这天下 当上太子 让她成了我的太子妃 既能实现我的报复 又能与她厮守 当初我跪在地上求父亲 向陛下求赐婚的时候 父亲冷笑 成了驸马 你便不能掌权 不能再军营 不能当全臣 你还要我去求吗 我跪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终于妥协 我求父亲日后登基 我为太子 能让我娶魏宁为太子妃 父亲答应了 想来是我可笑 魏宁是天之娇女 怎么可能屈居人下 是我活该了 浮华梦一场 我负了她 也负了我自己